一隻好的洞企雞 第一是要夠漂亮 第二是肉一定要滑 到雜肉是差的話 只能夠在這裡燒雞 也是一個不合格的燒雞 我是根哥做洞企雞 如果加碼研究的話 應該有20年了 我們經常單店一天 是賣大約是300隻左右 第一我們要選 起碼要有120天以上的果怨走地雞 它的肉的咬下去會比較彈 很有雞的味道 相當好的鮮雞 將味道擦勻 在這個令至5度的溫度裡面 靜止一段時間 慢慢的味道會滲入裡面 燒的時候 我們就用大菌水 撈到皮收縮 拿出來就使用皮水 怎樣才可以保證這隻雞 更加多汁 更加鮮嫩 我們就放在水裡一起燒 在燒的過程裡面 有些蒸氣補回雞的濕氣 這個其實是一個秘訣 也是一個技巧 可以跟同向裡面 分享得到的話 我覺得都沒問題 200度左右的溫度 又會燒大約半個小時 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童皮雞 口感方面 皮香 肉滑 一咬開皮 撕開它 裡面的雞汁和鮮味 嘩嘩嘩 你一定要每一口雞 皮肉一起咬 才能感到更加滋味 我們是在廣州附近來這邊吃的 我們是在廣州附近來這邊吃的 聽到說不出聲 我知的時候 嘩 真是汁爆了 幾乎每個禮拜都過來 真好吃 我一天吃起碼六到七次燒雞 我們自己透入了一整兩百萬 就做一個現代化和標準化 加進套組 覺得不可以這天吃去驗摘第二隻 越吃的味道越好 開始又覺得一個快感 即是距離勝功的距離越近 我們最高峰的試過 是一仗袋坐12個人 但是叫了14就同幾計 所以我們看到這場面 比賺的現場更加開心 其實實話說 一散環又一散高 成為第一 這件事 我們真的沒想過 我們會很努力 就是做到希望是客人心目中的第一 這二十年裏面 其實做同幾雞 找到了很多樂趣 那個是滿足感 不一定在金錢上面